华林县政府社会处特别进行了第三波的街友低温关怀访试活动 县长徐真伟和社会处的代理处长陈家傅特别前往关怀街友 而徐真伟也一一的自证了物资给予街友 温馨关怀提醒街友们能够暂时居住到庇护所来安置 安心的度过寒冬 华林县政府社会处前往第三波街友低温关怀访试 现在徐真伟表示 今年第三波寒流来袭 幸福从去年第一波寒流之前就已经陆续进行低温关怀 若街友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 都可以到华林县政府社会处救助科请求帮助 现在徐真伟陆陆续轻送物资包 物资包内有罐头饼干 泡面饮料 冷暖包 希望美味街友温暖度过寒冬 华林县政府每年进行一次游民联系汇报 并且结合教育 请政、卫政、设政进行街友工作业务交流 为了让街友获得失去的照顾、公私协助 华林县政府社会处针对街友提供下列关怀服务 包括高低温关怀、房台宣导、防疫口罩发放、 穿洁关怀措施、安置服务、就与补助、补办身份证件、 商场费用补助以及花园线经济弱势以及 藉由自立生活辅助计划等等 今年春节人安基金会也会发送年礼 让街友们感受到温馨春节的氛围 今天将会发送到 谢谢大家